有一个推演节 渔村痴迷 你们去玩了吗 好像小伴说挺好玩的 咱们来看一下啊 立即推演 还有紫笔卡可以拿 冒险团跟随伪突兴的指引 到达海边渔村 只是渔村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 这是来到了湖景村吗 真相小姐 6月30号天气阴调查地点 海边渔村以及周围的 真相小姐开始了案件的记录 推理先生 我们想了解事件的真相 必须收集情报 当前收集渔村情报 最快的途径是 寻味附近的渔民 然后冒险团在各个村民之间 收集情报 以及性的寒暄并表明了身份和来意后 在村民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 是什么 关于村子近期发生的异状 我都在笔记上记录了村民的相关描述 这边是让我们选择一个想查看的报告 ABCD四位人的描述 那我们选择 B 渔民B表示近海的地方出现水墙 根本去不了外海 能捕到的鱼种也变少了 更多线索 看一下 最近天气周变 他们感觉同期气温 对比往年要冷太多了 这到底是关于黄运制度 还是关于鱼女的呢 我也是第一次推演 C表示最近时常听到像是怪物的怒嚎声 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怪物 D呢 超过八成的渔民表示家里的渔船和渔网被破坏了 该事件可以排除偶然事件的造成 肯定是人为导致的 诶 没有吗 课验完成 难道是某个渔民做的 村里面谁会有作案嫌疑 这怎么能判断出来呢 哦 这是刚刚咱们没有仔细审题啊 看这个剪影 与渔民无关啊 推理现场还不这样认为呢 不 村民们都不具备 作案嫌疑 在没有足够证据下 不能忘记推断 只能通过现场 好的 我也打听了几个近来发生异象的地点 被破坏的渔船和渔网 水墙 那我们选水墙 那我们选水墙 侦探团探寻了错误的地点 这还可以推演中断 好吧 然后这个呢 被毁的渔网 这个应该好像是正确的 又出现了一个村民 这个怎么长得有点像卡尔呢 只是少了一个入炼箱 你看 感觉是怪物做的 我看一下 结果放大镜后 立即全程观众地 对渔网和渔狱展开调查 这个推演还挺久的呀 你看 有点意思哦 渔网还很新 原来没有破损的地步 缺口边缘十分平整 只能是被力气割断的 被力气割断就证明是人为的咯 综上所述 渔船和渔网都是被人为破坏 这件事情是人为发生的 也许破坏渔网和渔船的凶手 就是关键 入业 所以说这个节点的话 我们选要选这个被破坏的渔船和渔网呀 才能进入到下面这些推演 潮水退去 两道身影 还是他们两个 他已经拜托村民们潜伏在 没有被破坏的渔船附近 看一下 海中传来生物游动的水声 打破了夜的宁静 众人凭借月光 看到那海中来者似乎是少女的身形 但他皮肤上却灵散地覆盖着一些灵片 在月光下伴着诡异而美丽的色泽 之间他悄悄地喷上海岸 慢慢地靠近了渔船 这说的是渔女啊 是海药 这一定是船中的海药 所以他破坏了我们的渔船 他给渔船带来了不祥之兆 潜伏之的村民们再也忍不住 纷纷取着火把冲了上去 哦渔女出现了 这简眼你看 因为海药中途没有反抗 抓捕过程十分的顺利 火光之下映射着 他有别于人类的面容 但是能从他的表情看出 海药对自己周围的人类十分厌恶 真相小姐好奇地看着 眼前渔民中的 口中的海药 这到底是在推演什么 这个是谁啊 费怒老者 我们绝不能放过他 先把这个怪物关进地下室 然后这个老者 我感觉有嫌疑兄弟们 这个老者肯定是不还好意 看 推理先生都陷入短暂的思考了 破坏渔船的海药 已经找到有必要 为海药惹怒催眠吗 但已经找到 我觉得肯定有啊 我对这个鱼女士无辜的呀 细教支出太多了 必须继续调查 真相小姐从公寓项链 拿出绷带 为海药包扎 抓捕时她的手臂 被愤怒的人们粗鲁地 突出伤口了 她不会无影无故地这么做的 我们不能贸然定罪 这不公平 这推理这么久吗 我这个视频好像有点长啊 兄弟们 不对 这是 这个小女孩 这个发色 是一个衣着朴素的小女孩 她挤进人群后 静止地跑到海药的面前 将她尽力地遮挡在自己的身后 她是在保护渔女 孙长爷 她是我的朋友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我帮助过一位海药 便和她成为了朋友 她还告诉我最近会有海啸 我通知大家 这个小学后都不相信我 于是我拜托 她让渔村的大家都远离海洋 哦 所以说渔女士 以这样的身份出现 来吸引村民 然后不想让大家出海 哦 这个样子的 有点意思啊 海药睁开了疲惫的眼睛 因为我们知道 渔女她不会说话 看到朝自己跑的小女孩 面色终于缓和了一些 有安全感啊 这 这挺感动的呀 你看 突然间海水翻腾 不知何处传来了这样的声响 像古典一样 垂击在每个人的耳膜里 巨声的出现 让原本围绕在海药附近的村民 纷纷撕散开来 只因他们担心 巨声是海药 要报警上的渔村事件 似乎告一段落了 只是 可惜这座渔村 难逃遍海啸 淹没的命运了 都是我不好 如果不拜托海药姐姐 她还不会被这么对待 这下子说你没有错 你的行动 拯救了整个村子的人 是个大英雄哦 海妖微微的点头 便擦去了女孩的眼泪 随即跃入海中 并向远海游去 只是 她中途仍几次挥手 看向仍住在沙滩 不肯离去的小女孩 最后转身 游向滔天水墙 她这是在阻止水墙吗 三人看着游向水墙的海妖少女 模糊的身影 留下了一道月光下 浮光了一年的水线 就如同她的到来 就如同她的到来 留下了海边渔村 留下了海边渔村的生命之线 哦 这要推演成功了 整个推演 我们是推演了十分钟 挺好玩的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小伙伴们也可以参加一下 而且还有更多的礼物 等待着大家 好了 那感谢关注师 做脚本的辛苦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